短裤姐姐的感觉 薄涂真的很温柔对不对 比较日常比较好搭 真的比我穿其他的短裤看起来要瘦很多 Hello 大家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今天是618的购物清单 今年的618活动力度好像很大对不对 据说好像是满300减50 所以我顿时就来劲了 今天这个清单的内容也是非常的多 首先从大家询问度很高的手势开始 我最近一直在带的就是来自Neverfar他们家的这一组饰品 我在视频里面带的是这一组就是白贝姆的方扣的料 这个链子我选的是细款的 这一组它的材质是度18K金的 它的这个镀金好像比平时带的一些手势要稍微厚一点点 所以拿在手里它的质感是非常好的 这一组它的风格就是比较酷一点的 有种酷姐姐的感觉 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洒 然后在酷洒之中又透露着一点点女人味 带在身上的效果真的是让我很迷恋 很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耳环它是可以拆卸的哦 因为像我在视频里面带的是这个完整的一对耳环嘛 但如果你上班的时候不想带这么长的耳环 觉得有一点招摇的话 可以把它下面的这一组给拿出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简简单单的方扣 这样子可拆卸的设计呢 就让这个耳环它的日常生活中的搭配度大大的提升了 另外这条呢是一个单个吊坠的项链 也是白贝姆款的 它的这个白贝姆 我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我选这条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款特别适合拿来迭代 还有一组呢是我今天带的这组啊 珍珠节的这么一套 这条项链呢跟刚才那个方形的就风格完全不一样 它就是非常温柔非常雅致的一款 它的造型是非常有流线感的 然后挂着一颗小小的钻石 就偶尔会有那种blingbling的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链子哦 不是那种普通的单条链子 它是双条链子的一个组合 就比较有设计感 然后我很喜欢的是这个系列里面的这个耳环 这对耳饰呢 它的造型跟项链是一样的 下面挂着两颗大小不一的珍珠 它可以非常好的修饰脸型 然后可以显得整个人很温柔 这款它也是可以拆卸的 因为像我平时上班的话 带这种挂下来的珍珠 会显得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隆重吧 那平时上班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珍珠取下来 那就在工作场合就显得非常的低调 又非常的有造型感 对吧 就真的是太棒了这个设计 首饰呢分享完了 接下来就来到北顶的团购了 好像是从4月份开始吧 就陆续收到云朋友的私信 说北顶的团购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开 那618这么大的购物节呢 团购肯定是会有的 如果你没有需要的话 这一趴可以跳过去啊 可以往后拉一拉 我之前推荐过很多次的 像迷你养生壶呀 像随身泡茶杯呀 这些我就不重复去介绍了 最近这半年来 我特别特别爱的他们家的产品的 一个是发廊锅 对吧 新款的那个樱花粉色的发廊锅 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那据说呢 这个樱花粉色 有可能会变成限量款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趁大促的时候去关注一下 还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我们家每天都用到的 那个饮水机 本来我就觉得它很好用了 结果最近呢 又出了一个新的配件 那个配件一安上 你可以直接把矿泉水 插在那个配件上 就可以直饮水了 我们家的这种设计吧 就经常会在原有的 这个配置上面 就不停的给它加配件 让它的功能更完善 这点我觉得 必须得给它鼓个掌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看我plug的话 也知道我最近沉迷于烘焙 对吧 我以前就是觉得 自己不会用烤箱嘛 所以就是一直会用 一些简单的那些面包机啊 或者空气炸锅啊 来代替专业的烤箱 那现在我用了烤箱以后 我真的觉得 真的有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 那我最近呢 有做过那种brownie啊 然后像戚风蛋糕啊 像吐司啊什么的 成功率都非常的高 我手头上的烤箱 只是一个mini版的 mini版的就很简单 你只要设定啊 烘焙的模式 设定温度 设定时间都可以了 其他的通通都不用管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家庭用的话 mini版的真的非常够用了 再加上呢 这个烤箱 中所周知的颜值非常的高 所以放在厨房里面 哇真的很好看 那最后一定一定要讲的 就是茶包 我真的是喝遍了 他们家几乎所有口味的茶包包 我发现 喜欢的真的非常的多 如果让我一样一样 跟大家分享的话 真的分享不过来 用的原料都是磕磕饱满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它里面的原料 是什么东西的那种 就所见即所得 像五红水啊 五黑水啊 就是喝着对女生的身体 非常的好 像来立架呀 或者有不舒适的时候呢 喝一杯暖暖的 就非常的舒服 它对我来说 就已经不仅仅是那种 休闲式的茶包了 它会有一些就是 广东人比较坚持的那种 对身体的功效啊 最后的总结呢 就是这个团购的方式 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分享两件 我打算回购的护肤产品 一个就是最近啊 一直在我的视频里出现的 这个AMD Silicose 他们家的这个物理防晒霜 这个防晒霜 真的是我用到 现在物理防晒霜里面 最优秀最好用的 我喜欢它的点在于 它好推开 然后啊 不会搓泥 皮量就是比较自然的那种 不会假白 最优秀的一点呢 是它对痘肌非常的友好 完全不闷痘 而且在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 用它就对了 之前在很早很早 大概是一两年之前吧 是有看过球球的视频 它在烂脸的那段时间 医生推荐的 好像也是这款防晒 所以我最近真的是用的 非常的起劲 而且我要趁这次活动 看看它有没有 降价一点去回购一瓶 另外一支呢 是新丝翠的胶水精华 我已经用到 只剩这么多了 为什么很喜欢它呢 因为它真的拯救了 我的痘痘 它真的是有让我下巴 变得干净了很多 像痘痘呀 闭口啊 都有一个明显的减少 它主打的是 10%的温和乳糖酸 我自己用下来 我是觉得 这个10%的乳糖酸 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像我的皮肤 是比较偏敏感一点点 像我如果用 A唇啊之类的产品的话 稍微用多一点 就会起疹子 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但这一支 我每天每天晚上都在用 它完全没有 让我的皮肤 有任何不舒服 甚至在我皮肤 比较脆弱 比较敏感 就是感觉 稍微有点点不舒服的时候 它还可以帮助 把这个皮肤的状态 拉回来 帮助维稳 与此同时 它还可以帮助 减少我下巴的 这个闭口的情况 还有痘痘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全能 完全符合我皮肤的需求 虽然它的效果 真的非常的好 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神仙护肤品 但是它的肤感 真的不是 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都说了 它的名字叫 胶水精华 它上脸真的是那种 非常明显的胶水感 如果你不是那种 能够接受 有微微的粘感的话 那这瓶你千万不要去碰 因为它不只是 微微的粘感 它是强力胶的感觉 但我是完全无所谓了 因为我是觉得 一开始涂上去 它会有那种黏黏的 但时间久了以后 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它完全没有那种 油腻的呼吐黄的感觉 它就是单纯的 胶水的粘感 总之这一支 我是一定一定 一定要回购的一支产品 我觉得最近 它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其他的护肤品 用的好的也有很多 但这次活动 我想要囤货 或者想要回购的 几乎没有 因为囤货 之前实在是太多了 还没有用完 比如说像 除菊的天空的产品 我之前真的买了太多了 还有像 理肤全的那种面膜 什么的 也是囤了太多 完全都还没有用完 那最近呢 帮助到我皮肤状态的 护肤品真的有蛮多的 我想抽空 就是出一颗 近期护肤的合集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皮肤从烂脸 到现在这个状态 到底都是怎么过来的 好护肤累的呢 目前我想到 就这次要囤货 要回购的 就这么两样 是不是很夸张 那接下来呢 稍微跟大家说一下 几样 我觉得很值得 去关注一下的彩妆产品 首先是 Interview的唇泥 他们家的那个 管状的唇釉 我完全不推荐 因为我用完以后 自己不喜欢 就质地方面的不合适吧 我自己很喜欢的呢 是他们家这个 罐状的唇泥 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342 一个是EM08 在之前的 彩妆反馈的视频里面 都有详细的 跟大家分享过 今天嘴上的这个颜色 就是薄涂的EM08 这个颜色薄涂 真的很温柔 对不对 然后它厚涂的话 又是那种比较秋冬的 然后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唇泥呢 我觉得不管是质地方面 还是颜色方面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之前有很多云朋友 跟着我的推荐买了342 然后都有反馈给我说 这个颜色真的太喜欢了 这颜色真的很好看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用进度啊 我真的用得很勤快 对不对 那像这种彩妆单品呢 可以去拿它 凑个单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的合适 另外还有一件 我觉得特别适合 去关注一下的彩妆单品呢 就是这个 倩力的极细眉笔 这支眉笔 我也是之前分享了好多次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已经超越了 我现在手头上 所有的极细眉笔 除了价格贵一点以外 真的没有缺点 因为它的头真的是太细了 我拿它对比了 耳目桃的 对比了花洛丽娅 对比了雨季 对比了卡其色彩 就是你能想到的市面上 所有的极细眉笔啊 它的这个头是最细的 所以呢 你拿它去勾勒你的毛流的时候 真的是根根分明 而且可以以甲乱针的那种 再加上它这么细哦 它都不容易断 平时就是拿正常的 画眉毛的这个力度去画它 一次都没有断过 一点都没有浪费 然后呢 它也不会搓泥 不会结块 从来没有出现过 下一笔画上去 就一道黑的在那边 从来没有过 所以它真的是 让我非常的放心 那唯一的缺点 刚才说了 就是价格稍微贵一点 对吧 这样子一直要六七十块钱 平时的那些眉笔呢 就算用到好用的 但价格稍微贵一点点的话 我就会觉得 哎呀几块钱的那种眉笔 也很好用 我没有必要去买这个贵的 对吧 但这只真的是好用到 让我觉得几十块钱 我也可以去囤一囤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 就是趁活动的时候 去关注一下 护肤彩妆类最后一样 我觉得超级超级值得 入手的一件 就是MBE的这个 黑色的海绵蛋 这个真的是太好用了 还是可以称得上 我心里的No.1了吧 它真的不愧是 Cosme大赏的排行第一名 这个它用起来真的是 又柔软 然后肤感又好 又不吸粉 出来的那个妆效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跟大家说了 我已经喜欢到瞬间 入手了第二个囤在那边 用那种比较吸粉的粉铺去上 可以用到四到五泵的量 用它一泵就够了 就按一泵哦 一点点粉底液就可以涂整张脸 有的时候还可以顺带戴一下脖子 真的如果你粉底液 想省着点用的话 买它就没错了 可以拿来凑单 而且拿到手 你完全不会失望 好接下来呢 全部都是衣服啦 我最近真的痴迷于买衣服 首先一个呢就是来自Lululemon 我是这个月刚入的坑 真的像很多的网友说的那样子 Lululemon你只有一件跟上万件的区别 就真的是你不买则已 一旦你入坑了 你就会不停不停的去买它 一样的款式的不同颜色 真的太恐怖了 那首先我第一件入坑的就是 他们家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裙裤 我有去实体店试了一下 真的是挺上头的我 但是呢实体店没有我的马了 真的断货断得很快 所以我只能回家就是找了带货 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 虽然我的腿很肉啊 我大腿是蛮粗的 但是呢那个裙裤穿在身上 它就会显得这个腿型哦 就是又细又长哎 真的是我从未见过的长度 我几乎是在上身的一瞬间就震惊了 那因为这款已经完全没有我的马了嘛 所以呢我就入了另外一条 这条呢我选的是雾霾蓝色 因为我觉得相比较而言 这个雾霾蓝色吧 就比较日常比较好搭 它前面是这种简单的一片式 后面是有那种很多褶皱的设计 这褶皱会让你的屁股 看起来比较俏一点 像我这种扁它的屁股 就真的非常的需要 而且因为它前面比较简单嘛 所以呢你日常搭配那种 稍微长一点点的 卫衣啊之类的 把它上面盖住一点点 就可以显得很日常 很好出门 对于我来说买这种运动衣 我绝对不会单单只是为了去运动 我肯定要它的日常摆大型 这样子才能回本嘛 从这条裙子开始 后面就开启了我 一路的Lululemon之路 我又开始去关注 他们家很经典的Align啊 然后像Undertrain啊 这种啊打底裤 那因为官网上面那个马 实在是断得太快了 所以呢我就只能找代购去买了 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到时候收到的话 再跟大家反馈吧 如果你平时就有在穿 他们家的衣服 或者是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乘618去看一下官网 因为据说会有折扣的 而且折扣力度应该会蛮大的 那在官网呢 我下单了两条小短裤 这两条小短裤 我是为了在家里锻炼的时候穿的 或者出门跑跑步的时候穿 我很意外的发现 很好看 整一个穿上 腿又长又细 可能镜头里面看不大清楚 就看不出来那个效果 但真的比我穿其他的短裤 看起来要瘦很多 那这两条短裤呢 有一条是打折的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尤其是这条蓝色的短裤 搭配白色的上衣 就真的是那种 可以直接去海滩边走走的感觉 然后像这条奶油布和绿色 我买的时候 只剩下最小的灵马了 真的是咬着牙买的 我就怕它太小 结果到手以后穿上 意外的勉强还能穿 大一码的话更好 但是这个好像也不错的样子 我又去到实体店去试 他们家最有名的 那个Swift Tech 那个短袖跟长袖的系列 真的很显瘦 而且非常奇怪的是 我的肩不是那种特别直的嘛 就是有点圆圆的 对吧 不太好看 但他们家那个Swift Tech 一上升以后 整个肩膀直接变成那种 好像有在锻炼的直角肩 就这个剪裁真的很惊人 我终于明白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入坑以后就爬不出来 那之前呢 是有看到过说他们家面料一次充好的这个新闻 那目前为止 我摸到过的 或者我买到过的 还没有到彩雷啊 就希望他们家能够好好地把关这个质量 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让我们买的放心 穿的开心 除了Lululemon以外呢 当然还是我的旧爱 就是无印良品 我真的是无印良品控 这两个风格好像跳得还蛮大的 对不对 那无印良品最近我买到一样 非常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单品 就是这顶冒险帽 真的 很夸张 是不是最近爱上了晒太阳的感觉 所以呢 对这种风格好像有一点点喜欢 那意外的呢 在无印良品看到了这顶帽子 而且在大折 就没有不入的理由 它就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大头友好 像我头围这么大哦 整个硕大的一个头戴在里面 都有点空空的感觉 真的非常的感激 它后面还设计了一个抽绳 就如果你觉得帽位太大的话 还可以收一下 下面还有一个防风绳 保证你在户外的时候 不会被风吹掉 然后这顶帽子 它还可以这样折叠扣起来 就有一种牛仔的感觉吧 但这种戴法不太适合我 因为我脸两边比较宽嘛 所以如果折起来的话 显得会脸比较大 拿它来搭配我之前买的 一套户外的衣服 就很帅 然后下面想一想 如果穿一个马丁靴之类的话 像那种Timberland的那种靴子的话 就真的很帅 是不是 所以这顶帽子我真的很爱 而且打折的时候入手 才一百多一点吧 真的非常划算 那这顶帽子呢 日常戴肯定是太夸张 是不是 所以我又买了 另外一顶亚麻的 就是日常款 这种亚麻的就非常透气 然后我买的这种碳黑色 就看起来 有种日系的感觉 然后很日常的感觉 不管搭什么颜色的衣服 都还蛮合适的 不会有那种很突兀的样子 很喜欢的一点是 它的帽颜 是有一边短一点 有一边长一点 就可以随着你自己的需求去调节 然后整个帽子也是一样的 非常适合头为大的人 戴起来完全没有负担 而且这个很方便的是 它可以随便折 塞到包里面 不占空间 而且它的型也不会变 很方便对不对 这顶帽子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还有呢 像我之前购物视频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的 他们家的这个今年的七分袖的罩衫 非常非常的火 但确实非常非常的好穿 就穿上身以后就感觉好像没穿衣服一样 非常的轻薄 非常的凉爽 唯一的缺点就是白色稍微有点 不是稍微有点的话 是非常的透 里面要穿打底 另外一件我今天想推荐的呢 是这一件就法国袖的罩衫 呃 这种袖子我一般是绝对绝对不会买的 因为我的手臂就是肉肉的手臂 肉都是松的 看起来会胖胖的 但是这件上身非常意外的 它反而没有显手臂粗 它会显手臂细耶 就它的袖子做的比较大 所以完全盖住了这个手臂很肉的部分 看起来呢又有点撑撑的感觉 所以会显得整个手臂好像 视觉上面显得细一些 这件真的让我很意外 而且我买的这个绿色 很显白 夏天穿真的很清爽很好看 这件看它的风格 就看起来柔弱弱弱的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搭配性不是特别高 但是如果你在里面 搭一件白色的T恤 下面穿一条就是 比较休闲的裤子的话 它居然可以变成那种 非常干练 非常清爽 有点帅气的风格 所以这件它的可变度也是蛮高的 这件非常的推荐 我自己特别想要趁活动去买的呢 一个是这件就是很长的俗称道袍 它也是纯亚麻的 这种料子有个缺点呢 就是很容易皱 但是这件呢 我在实体店有去试过 很显瘦 而且像我这种矮子 穿起来也不会压身高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 但它的厚度其实是有一丢丢厚的 所以在正夏天穿的话 稍微会有一点点热 我就很喜欢它啦 所以我想看如果降价降的多的话 我会考虑收一下 目前它已经距离最初始的价格 已经降了50块钱了 不知道618的时候会降到什么程度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男式款的 法国亚麻的修身夹克 我看到小龙书上有很多女生穿这款 我觉得它还挺好看的 所以呢 我可能会去实体店先试一下它的大小 我记得呢 目前也是说完了 然后刚才不是分享了Lululemon吗 那从Lululemon开始 我就最近有一点掉入运动坑了 所以呢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自己比较关注的几个 我可能会要看一下价格的单品啊 一个是来自Rulule的这个什么旗舰店的 他们家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内衣 那这款Rulule的家的运动内衣呢 我是看Fit for Life的姥姥推荐的 他说这款就是高强度的 在你跑步的时候 你的胸完全不会有那种上下的感觉 然后我很喜欢的一点是 它后面是搭扣的设计 我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套头式背心的感觉 我觉得夏天脱起来会很麻烦 所以我买这种内衣我都是比较偏向于后面搭扣的 就是解开方便一点的那种 这款就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那它价格有点高 原价680 所以我想看一下618它能达到什么价格 如果便宜的话我才会考虑去买 然后还有一个是最近很火的 另外一个类似于Lululemon的这种牌子 这个牌子最近也是非常的火 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但是他们家的价格真的很高 这个价格几乎要跟Lululemon差不多了 甚至有些比它还高一点 一条短裤哦 一条短裤居然要小900块钱 夸不夸张 我真的不懂哎 然后因为这条短裤颜色我很喜欢 然后之前看到其他博主穿 穿得很好看 所以我至今一直还夹在购物车里面 就希望它能降个价吧 还有呢我放在购物车里的是 一双安踏的这个运动鞋 是这个2.0下版的这个跑鞋 这两天是有买了一双亚瑟士的跑鞋 我穿着觉得还挺舒服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好的装备 就能够提高你运动的积极性 对不对 我最近就一直在找这种好穿的跑鞋 据说安踏的这双还不错 而且我找了一番 我觉得这个配色我也挺能接受的 所以我就暂时放在购物车里先 原价也不高才400块钱 做活动我估计有可能可以做到200多 我期待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Albert他们家最经典的 这个Tree Runner这双鞋 虽然这双鞋看起来有点像老人那个足利件吧 但是据说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日常非常百搭 搭配各种上班的衣服呀 然后出去玩的衣服 连衣裙啊都可以 所以我还蛮种草的 价格是829哦 然后稍微也是有点点高吧 超出我的预算了 好另外有一样 我觉得很适合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的 是这个之前我买的这个水桶包 这水桶包我买了 用到现在真的很喜欢 我买的价格是600多 但我觉得做活动的话 它会更便宜一点 我收到的食物 好像没有它照片上的那么亮啊 但是它的光泽感也是还行的 就我自己用起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点 是有一点点贵呀是有点贵 但我用了还蛮开心的 所以也算值吧 母亲节的时候 我有买了一个棕色的送给我们妈 到现在还没有发货 其他的东西呢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什么特别要去买的 等到我最终去下单的时候 或者等到我购物开箱的时候 肯定会比这个视频的东西多出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有的时候购物欲就是突然出现了 对不对 有一些需求是在它打折的那一瞬间 在你看到的那一瞬间 你才会发现啊 我应该需要它 好那这个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618大家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大家少花冤枉钱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